在严防外防输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对于入境人员的这个管控以及核酸检测进行了优化调整 那第一个呢是取消了入境航班的熔断的机制 并将登机前48小时以内两次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调整为登机前48小时内一次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第二个调整随着境外疫情的广泛传播 人群的感染率啊普遍较高 导致我们在评估中发现就入境以后 首次核酸检测阳性这个CT值大于等于35的人群 那么G网感染的比例是非常高的 那么这样我们调整了入境人员的阳性的检出的判定标准 第三个是参照北京奥运会和我们成都视频赛的这个疫情防控的经验 对于入境从事商务的人员 还有体育团组等这样一些特定的入境人员设立了免隔离闭环管理区 那么第四个呢就是调整的就是根据新的奥米克隆变异株 它的潜伏期进一步缩短 那么同时呢也是为了防范集中隔离 在集中隔离点的这个交叉感染的这种风险 我们调整了入境人员的隔离管控期限为 五天的集中隔离加三天的居家隔离 你这个写定是什么